你作文写我就写我吧 怎么还造谣呢 我有你写的那么穷吗 没有吗 你给我念念 我的穷爸爸 我的爸爸是一个满人本四十的中年老男人 他这辈子最害怕的就是一个几 可是怕什么来什么 为此他还交流 那他便找了一位大师 大师掐指一算 对爸爸说 你把穷子拆开看 你都知道为什么穷了 宝盖头代表一个固定的地方 八代表八个小时 一代表卖力的工作 也就是说 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卖力的工作八个小时 结果就是穷 他现在穷到什么程度呢 昨天年轻说他扰民 把他给投诉了 说他穷得叮当响 穷到一碗泡面都得付三点吃 我哪有那么穷啊 你看 我现在零花钱可是很充足的 妈妈怎么舍得给你这么多零花钱 这可不是你那格朗财的妈妈给的 你那你有这么多零花钱 你也花不完 要不然我再去消费呀 这好说 你先把这种萝卜改 我的富爸爸 好 一会就让你变成富的爸爸 没什么 没有什么 我到底你们 nuestras 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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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带